我们刚才接到一个粉丝的请求 它是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 很花呀 这个屏幕 然后我们点右键管理 看一下它的盘是什么情况 我们点下磁盘管理 我们会看到 它这个硬盘 1T的硬盘 前面是931G 然后现在变成32G 后面是Google 它需要里边的数据 我们看数据还能不能给它搞出来 我们先发一个工具过去 一般用OS可以看底层数据 如果底层数据全零了 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屏幕分辨率太 太正常了 继续打开 我们打开它这个原来那个盘 它由管理员身份打开 这个USB的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底层数据 前面是有的 可能装系统 看了下边全面零 那这种的数据 我们已经不能恢复了 但这个客户呢 就说了 可以让它给它还原原来的 1T的硬盘的空间 那这个都简单了 我们还是打开这管理 然后把后边这个删掉 把前面这个32G的分区 给它删掉 删去 删除分区 因为它这个固态硬盘啊 固态硬盘已经装错系统 都很难恢复了 几乎是恢复不了的 我们点右键开始格式化 那现在它已经恢复了 1T的硬盘的容量了 对我们搞定 是不是这个很简单 32G恢复到1T的 那我们这个呢 还在慢慢去恢复 网络有点慢啊 好的 本视频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拜拜